至于关注党政部犯了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卓冠廷 曾经因为爆料柯文哲要塞人进新竹市府 遭到柯文哲控告 在29号市林地院判决卓冠廷无罪 法院审理过程当中更是意外揭露了 柯P跟新竹市长高宏安讨论人事案地点 只是高宏安因为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 他的一审是遭判有期徒刑7年4个月 内政部日前宣布 除了停职之外更要停发 原本可能领到的半薪 这也让柯文哲怒批内政部羞辱人把高宏安逼死 还说自己要接几个宏安 我有时候对高宏安我比较难过 就是说是我叫他去选的 时代的悲剧 就是在过程当中被牺牲掉的人 专访首度对高宏安案表态心情 牵住市长高宏安日前一选判决贪污罪 但内政部随即宣布半薪也不给直接停薪 让柯文哲公开建址拍板定案的内政部长刘世芳 内政部那种做法 我觉得实在是太刻意了 媒体上宣布 这个就是很羞辱人 然后就是要把他逼死 我要接济他过日子 由于高宏安还有公务员身份 依法无法兼差 只是111年 柯P曾被新北市议员 卓冠亭爆料 塞人进新竹市政府 让柯文哲当时怒告 卓冠亭诽谤 但判决书内容被网红四叉毛曝光 柯P自述在新竹某建物和高宏安 就人才选用讨论 地点就是新竹东大陆这栋大楼 法院最后判决 柯P败诉 要告我 拿我记棋 确实柯文哲跟高宏安有私下见面 确实有讨论人事 所以说有跟高宏安在豪家的毛布配屋见面吗 这就是问题 法庭纠纷没多做回应 高宏安案进入漫长法律战 不管二审三审最后结果如何 都已经重创高宏安政治生涯 接着我们想入伯充 台湾到